欠下合作書 邱縣長率領縣府團隊赴美招商有成 捍衛在矽谷的台灣創新創業中心 漢鼎亞太股份有限公司 將跨國合作 共同開發新竹縣產業園區 促進地方經濟提供就業機會 大家都常常問這個問題 就是誰是下一個李國鼎 今天見到邱縣長的精神 可以比美當年李國鼎的領導能力 第一個當然是把新竹優秀的環境 介紹給這邊的創業的公司 他們要在台灣發展的話 這會很好的一個根據地 邱縣長親自率領團隊遠赴美國舊金山 以新竹縣三大優勢 包括衛福部已經核定設置 499張冰床的新竹縣健康產業園區 重劃開發招商的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 及快速起飛的長椅科技產業園區 向全球尖端產業投資者發出邀請 希望一起攜手立足新竹接軌國際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馬忠林 也對邱縣長積極招商拓展國民外交給予肯定 新竹縣在台灣來講 素有台灣的矽谷之稱 所以在未來就是跟矽谷的合作上 新竹縣勢必要扮演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地位 這一次豐收了很多 來了很多的朋友 我相信這個情形之下能夠配合我們 新竹地區整個產業園區的開發 也能夠配合我們的各方面產業的整合 更能夠讓我們新竹縣能夠向上提升 在邱縣長積極推動新竹縣綠能光電 生技醫療 文化創意 觀光旅遊 精緻農業五大主軸下 不僅帶動整體發展 也成功吸引不少產業設廠投資 而這次富美招商成功 更為新竹縣產業發展注入新氣象